國民黨看到他要推動 這個外交修兵甚至於一種外交政策 民眾黨要接受邦交歸零 藍白將台灣外交帶向災難 國民黨副總統候選趙趙康意外在辯論會拋出 說要重回這個馬英九 過去國民黨執政時期的外交修兵 事實上這個所謂的外交修兵 就是過去馬英九時期的一種外交 它是將台灣的外交依附在中國的善意之下 未來無論是國際組織貿易談判 或者其他面向的雙邊合作 這個都必須先經由北京的授權與同意 才能進行 我想這不是任何主權國家可以接受的安排 更無法帶領台灣實質的外交空間 或外交成果的突破 但柯文哲的外交也是 民眾黨把台灣的外交輪為國際笑話 而且被國際認證 好我們可以看到柯文哲在外交議題上不斷失言 那最近甚至還講出 這個邦交國歸零也沒關係這樣的話 我們看到這個柯文哲的副手吳新寧 右手批評外交部是斷交部 但左手一方面又說自己是外交常才 這個民眾黨完全是沒有任何相關外交願景的規劃 我們知道這個邦交教會 我們就要做參與 這些邦交教會 我們推進了